联合陈诗梦这些货色 你的理由是说 国民党能够把那么多的人整到 因为用的是刑法的一百条 现在我被整的当事人出来告诉你们 国民党从来不用刑法一百条整政治犯 用刑法一百条太慢了 太麻烦了 程度太轻了 关卡太多了 怎么办 国民党丢掉了刑法的一百条 直接用的是惩治叛乱条例第二条 我就是被惩治叛乱条例第二条第三款 我们叫做二条三整的 所以李正元这些货色 当你们出来做 所谓的反对白色恐怖的运动的时候 第一白色恐怖没有了 第二 刑法一百条 根本你们搞错了目标 国民党不用这一条 最严重的 就这些人忽然冒充说他们做了台湾自由民主的前卫者 是胡扯八道 他们如果是先锋 那我们是什么呢 还有他们把我们这些历史改写 刚才他谈到许强医师 许强医师是为共产党而被枪毙的 他是共产党的劣势 今天这些所谓台独分子 自己没有劣劣势 就开始偷偷的抢 或者偷共产党的劣势 来给他们冲数 可是碰到一个阻碍 阻碍 那个阻碍就是李敖 李敖会把这历史啊 给他翻出来 给大家看 没有这个事情啊 这个时候我们都知道 太有趣了 太有趣了 就是李正元这个货色啊 给我们一个警惕 原来白色恐怖的时候 他们都顺民 白色恐怖过后啊 他们冒充英雄好汉 来抢别人的功劳 抢了别人的功劳以后还不说 把别人的历史还偷偷的改写 许强医师就是一个典型的历史 看看李正元怎么样的写许强医师 他们说 许强医师 当时 我们看啊 许强和他 黄芳燕啊 现在我们看待 帮着陈水扁贪污的啊 这个黄尚燕 他们认为许强 当时被枪毙以后 李院士 就是李正元 一直隐忍到1991 现在问题来了 1991才开始反对白色恐怖 刚才我讲过 许强是1950被枪毙的 1960 1970 1980 1990 1991 经过了41年 才想到了许强 才受到许强影响 这41年之间 李正元在干嘛 李正元在做当权派啊 你是台湾的医疗界的当权派啊 台大医院医学院是被你们掌握的 那个时候 你什么时候 想到了许强啊 经过41年以后 忽然想到了你的老同学 问题是 他们把老同学的历史开始改写 我们看他怎么改写 你看没有 蒋介石说 如果许强肯写毁过书 就可以免死 但是许强为了维护做一个 台湾人应有的尊严 不认为有错 而拒绝写毁过书 后来被枪毙 有这个事情吗 我告诉你 绝对没有 为什么没有 许强还不够资格 叫蒋介石 要你学毁过书 我就不枪毙你 蒋介石没有这样仁慈 蒋介石杀人不眨眼 蒋介石杀人辱麻 哪有功夫看你毁过书啊 当年枪毙人的名册 在国共分裂的时候 石杭指开了名字 张三李四王五 那时候枪毙人的习惯呢 是由主持人呢 拿出一只红的毛笔来 红墨水啊 一勾 红笔在你名字上 一勾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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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三一勾 李四一勾 王五一勾枪毙 蒋介石那个时候 要枪毙的人太多了 来不及这样一个勾 麻烦了 拿着红笔来 一杠 一杠就是十名十个 再一杠二十个人 都这样杠枪毙人的 哪里有功夫听你毁过书啊 没有这个事情 蒋介石看过一个人的毁过书 就是所谓的台独分子彭明敏 彭明敏在牢里写着毁过书 当时国民党 因为彭明敏的地位是台大政治系主任啊 就接受了他的毁过 那还能用许强写毁过书 就会放掉的事情了 没有这个事情 所以他们念造这个历史 是把蒋介石描写的太宽厚了 蒋介石哪有闲工夫 看你的毁过书啊 我们看到这个有趣的 这个历史上的这个荒谬啊 无论如何 许强是死掉了 我在上一次节目里面 谈到美国独立的时候 有一个人叫做Patrick Henry Patrick Henry 他讲了一句话 叫做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中文翻译叫做不自由勿宁死 我把它叫做Patrick Henry 我把它翻成了不自由勿宁死以外 我把它这个字加了一个your 这是我的妙手偶德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your death 你不给我自由 你就给我你死 你去死 为什么我死 为什么我被你杀掉 为什么我做烈士 你去做 我让你死 我跟你吃不两利 我们要做战士 不要做烈士 被人家杀掉 是做了烈士 做烈士很光彩 可是不聪明 真聪明的人是 你死我活 我 你把你干掉 我来活 可是这个观念 很有趣 在中国的宋朝范仲淹 范仲淹的时候 他也写过 叫做 叫做 冥冥而死 不磨而生 冥冥而死 不磨而生 我宁可一个鸟 我叫而死掉 也不 不叫而活着 这个意思 正好 就是跟 不自由 无影死 很接近 可是呢 比老美 早了好多 早了多久呢 早了 740年 不自由 无影死 这个观念 在中国 从范仲淹口里 讲出来 比 美国人 派出个横利 早了 740年 大家注意 我们的观念 要这样的吧 集合在一起 原来中国人最早讲到这个观念 范仲淹讲过 派出个横利 并没有 抄袭 这个 这个 范仲淹的 没有 他也不会中文 那时候也 东方西方 隔开了 也抄不到 可是 直到我李奥手里 他被改写成 不自由 你去死 不自由 无影死 果然死掉了 可是他绝对没有想到 在他死后41年 忽然有他一个老同学 发神经 说忽然受了他这个死鬼的影响 开始 勇敢起来了 你不觉得很荒谬吗 76岁老头子 忽然变成勇敢的人 而勇敢的对象 是白色恐怖 而白色恐怖 那时候没有了 不是很荒谬吗 勇敢的 标的 说是废除刑法第100条 那时候国民党整人 是根据 惩住判断条例 第二条 根本不要你 刑法的100条 你废了半天 白废嘛 所以这么荒谬的事情 最后形成了 所以我说 在李振元死的时候 他们的宣传说 大家注意 看 带领100行动联盟 成功达成 废除刑法 预备阴谋内乱罪 解开思想与言论 加锁时 李振元不仅成为 反对运动的精神领袖 更开启 学术人 关怀社会的一扇窗 要不要脸啊 他们是反对运动的 运动的精神领袖 我理要是什么 他们如果 开始开窗的人 我理要门都打开了 我们该干嘛 他们可以这样子抹杀历史的 太无耻了 幸亏我李奥活到现在 我能够有机会 拿出证据来证明 这些人是这么样不要脸 不要脸 我敢讲两个城市 第一个 白色恐怖时候 他们不敢放屁 一个屁都不敢放 白色恐怖过后 他们忽然觉得 在做运动 做个虚的动作 假动作 然后把别人那种 英雄历史 加以改写 对许强 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我们看 高尊明牧师 高尊明牧师 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钢铁般的意志 我在旁边 打个问号 说什么呢 说李振元 是台湾民主化的贡献 我理要的看不出来 有什么贡献 说他有勇气 一魄力 我也看不出来 在什么地方 证明了 高尊明牧师 今天 还变相 拥护 陈水扁 这些混蛋的 这些头脑不清的 这些牧师 他们在 怎么样的 用一个 好的光环 好的道德形象 在歪曲 整个的历史 他们在歪曲 我把它写出来 就是 问题不在 没有真的 问题在 把假的 当真的 我们用 简单的说法 就是 不见其真 以为作真 就是 李振元 他们 干的事情 我想到 宋朝的诗人 杨万里 杨万里 他的诗 素灵鸠禅室 这个诗 他说 初一夜雨 呼召情 乃是山泉 中夜鸣 留到前夕 无半雨 在山做得许多生 我讲给大家听 夜里忽然听到 水的声音 一开始我怀疑 是夜里下雨 可是呢 早上 天上了以后呢 就晴了 就不下雨了 原来是什么呢 原来是 不是下雨 是山里面的泉水 在流动 中夜在叫 泉水的流动 在叫 我以为是 下雨的声音 这些泉水 流到了前夕 前面的 流到山脚下面了 无半雨 一个屁也不放 可是在山的时候 在山上流的时候 做得许多生 声音呢 说的很多 今天 民进党当政了八年 所谓台独 台独了八年 敢台独吗 不敢台独 你们为什么 像 牧师 这些有名的牧师们 你们不要求 说 我们要 台独啊 为什么你们不敢 台独 是个假的 因为 真的台独 就是要 为你的信仰 要使它兑现 全世界的政治活动 政治目标 都是这样子 我有个信仰 我要使它兑现 为这个信仰 我要使它 抛头颅 撒热血 坐穿牢底 横尸发长 我愿意付代价 使它兑现 过去 说 我没有当政 没有实行 台独的机会 所以 大家会牺牲掉 没有机会 民进党 和这些 所谓的台独英雄们 这有一个最好的理由 可是 到了今天 怎么办 今天什么时候呢 今天是公元 2000 2000年 出现了 怎么办 这一年 民进党 取决了政权 总统是你 副总统是你 五任的行政院长 是你 国会的办数是你 执政党是你 台独给我们看 台独呢 过去你不是执政党 你有理由 你在 在山 在山 做得 许多 你可以发出很多 影响 台独啊 台独啊 自由啊 民主啊 你可以叫 可是 今天 你是执政党了 看到没有 流到西前 无半语 你为什么 不 把外来政权的 中华民国 消灭 改成 台湾共和国 请你告诉我 为什么 整天搞 证明运动 为什么 不证明 他们说 我们在证明啊 比如说 我们把 台湾优政 中华优政 改成了台湾优政 这叫什么证明啊 就是个 小指头嘛 请你把 所谓中华民国 改成台湾共和国 那个讨厌的 所谓的清天白日旗 给他赶掉 为什么 你不赶 这八年来 在陈水扁 跟民进党的执政之下 有台独的架构 而不赶台独 有台独的机会 而不赶台独 证明了 你们是一群假货 证明了你们 留到西前 无半余 在山做得许多生 这许多生 在山里面 响个不停 可是现在 到了平地 当你们取得了 挣钱以后 你们一个屁 都不敢放 那个屁 就是台独 敢台独吗 原来是台独 是个骗人的 并不敢台独 证明了什么 证明了 原来这是一群骗子 可骗子里面 有一群人是 形象好的 好人在做坏事 他是骗子 行骗 从高座名利 牧师 到李振元 院士 都是好人 在陪着 陈水扁在行骗 不是吗 怎么解释呢 我们想来想去 这是一个假戏 是由好人 所扮演出来的假戏 李敖 宇妙 天下 为什么 我这样的说 他们是骗子呢 因为他们清楚的知道 他们的目标是 中华民国 消灭中华民国 请问 今天民进党所做的 有没有消灭中华民国 他在配合 国民党这个架构吗 真正台独 不敢推出来 你在消灭中华民国吗 没有 所以台独是假的 我今天跟大家讲 台独是一个假东西 很少人相信 这么一个奇怪的论调 都以为有台独 美国人以为有台独 北京以为有台独 其实在我里头看起来 没有台独这个东西 尤其在公元 2000年以后 更证明了 没有台独这个东西 因为公元2000 正好是共产 那个民进党 跟陈水扁 取得了政权 你取得了政权 不敢改国号 不喊 不敢换国旗 不喊 改国歌 唱国歌的时候 陈水扁 嘴巴张开 不出声音 李修莲还闭着嘴巴 那算什么呢 小儿科嘛 那不是小儿科吗 我以前一个女朋友 叫小雷 非常可爱的一个女孩子 我坐牢的时候 我们分开了 她跟我讲 她小的时候 跟她妈妈起冲突 她妈妈在骂她 她在顶嘴 她妈妈说 不许你骂我 不许挥嘴 结果这个可爱的女孩子 小雷啊 她嘴巴动 做个骂人的动作 可是没有声音 台独不是这样子吗 我刚才发现台独 没有动作 没有声音 为什么原因呢 因为不敢 大家很难相信 台独是一个假的命题 根本没有这个东西 最好的证明 就是我所说的 如果有台独的话 为什么不让它兑现呢 说你是在野党 我们同意 你没有机会 当然你是执政党的时候 还从2000年 做到了2008年 做了8年的执政党的时候 你还不让它兑现 证明什么 证明了台独是假的 李振元所要求的 消灭中华民国是假的 这就是我所说的 很少看到 那么他们是什么呢 你们不是台独什么 是什么 你们是一个 打着台独的旗号 而不敢实行台独的 一个利益团体 这个团体 是从国民党里面 分出来的一个团体 如此而已 在我里要看起来 如此而已 我在台湾 连续住了60年 认识的台湾朋友 无数 我也比较过 亚洲地区的 各种人的人品 好不说 我讨厌日本人 我觉得 中国大陆的同胞们 不可撤 不可撤的原因 就是我不清楚 不可撤的意思 有点说 平常好好的 可是翻脸的时候 什么样子 就不知道了 我挖苦过新加坡人 挖苦过香港人 可是我说台湾人的时候 我说台湾人很厚道 但人很有善 可是太笨了 其笨如牛 笨得要死 台湾的热情 有的时候 我们不敢销售 我举个例子 在李振元 控制台湾大医学院以前 有一个人 控制的比他还久 他的名字 叫做杜聪明 杜聪明 最近台湾出了个消息 看到没有 最新的报纸 2009年1月7号 杜聪明 赤死 死掉了 争产 这个局面 有变化 他很有钱 儿女争产 最近还有他的消息 杜聪明 杜聪明 是台湾最早期的 学医的 正好碰到了 民国初年 袁世凯当政的时候 这个可爱的台湾人 就要救我们 救祖国 救我们中国人 他觉得袁世凯太可恶了 要把袁世凯 堵死 用什么方法呢 他不能接近袁世凯 他说袁世凯会喝水 是不是 好 我们在水里面下毒 会把他堵死 那怎么样 袁世凯的水 也不是说 放在面前 给你下毒 他不能这样子 像小孟要堵我 他就放在水 毒药 杜聪明 有没有这个机会 像小孟这样子 接近我 那怎么办呢 好 北京有自来水 对不对 袁世凯会喝到自来水 对不对 把自来水里面 加上下毒的话呢 你早晚你会喝到嘛 他就干什么呢 带着霍乱的细菌呢 带着霍乱的细菌 要到北京的自来水厂 自来水厂里面 去下毒 天啊 你还没有毒死袁世凯 先把我们的北京人 都被你毒死了嘛 幸亏 上帝保佑 杜聪明 没有成功 他成功了 我们北京人 都被毒死了 谢谢台湾人 你不要来救我 我们还是 自己想办法 太恐怖了嘛 为什么 用心是好的 计划是细密的 用霍乱细菌 来干掉袁世凯 可是有没有考虑 那个后果呢 这件事情啊 不要以为我乱说 杜聪明 写在他的自传里面 大家看 杜聪明第四传 第三章 第七节 暗杀袁世凯 这句计划 真的有的一回事 恐怖极了 不是玩的 我李奥 跟大家讲过 看书看得极多 看到这种怪东西啊 我要特别把它剪下来 给你看 证明给你看 没有 我没有对台湾的前辈 施敬 可是他的确是要毒死我们 是真的 我讲这个故事告诉大家 光凭热心是不行的 台湾的同胞 带人友善 热心 你到外面的地方去 你买东西 或者吃饭 吃饭 没有像台湾同胞 对人这么友善的 可是台湾同胞 是容易被骗的 是糊涂啊 是浑啊 也是很少见的 很容易被骗 你拿一根绳子 去钓那种青蛙啊 这个绳子上面 不需要放什么羞影的 什么都不要放 只要一根绳子啊 你从水沟下面掉下去 青蛙忽然就咬住这根绳子啊 就跟你掉上来了 怎么也不放 他手的口也不肯放开 也没什么好吃嘛 一根绳子嘛 可是他好奇 咬住这个绳子不放 台湾人 笨的 虽然即使不笨 但像牛 也笨的像青蛙 就这样 所以我在台湾 住了六十年 住的很习惯 可是呢 我必须说 台湾人太容易 骗了 并且 被骗以外 还非常恐怖 像杜聪明这样子 要堵死我们 也是非常恐怖的 别以为我在挖苦台湾人 我也挖苦 我所敬佩的人物 外省人 当年的雷震 办了自由中国杂志 办了十年 我也写过稿子 后来雷震坐牢 坐了十年 坐了十年原因 因为 你坐了十年以后 他把我吓到了 他坐牢没有死 他出狱以后 蒋介石也没有死 他出狱以后 蒋介石也没有死 他居然给蒋介石 上了万言 看这次的 雷震呢 给蒋介石 上了万言书 要求什么呢 要求 后来印在雷震的拳击里面 给蒋介石父子的建议 与抗议 标题是这样写的 古字里面是 重塑宣布成立 中华台湾民主国 以求自保自权 并安抚台湾人 开创一个新局面 这个雷震呢 我觉得 他那十年老 白做了 十年的 杂志 自由中国 也白办了 你怎么会最后 有这种言论出现呢 他说他并不是台独分子 我们也相信 他不是台独分子 可是你做的事情 是台独 同路人的 这个事情 明明不可行 可是呢 你老先生 也犯了 同一个毛病 我们感到 非常的 遗憾 李敖 宇妙天下 我活了七十四岁 我知道好多好多的 真实的故事和笑话 其中一个 我在牢里听到的 有一个人 他被抓起来了 什么原因 他居然去告 台湾的独裁者 蒋英国 结果呢 他被抓起来了 抓起来以后呢 他叹了一口气 他说我没有告 蒋英国 我告了我自己 为什么呢 你闯祸吧 等于 自己被抓起来了 很多人 他以为是整别人 事实上 是整了自己 很多人 做的事情啊 有时候自己无法解释 大家看 当年的美国 大发明家 爱迪生 爱迪生 现在做发明家 很容易了 因为每个人都会 集思广益发明东西 当年一个人 单向啊 发明电灯了 发明流声机了啊 发明电灯 都很不容易啊 爱迪生 请大家看 他眼前呢 就是他发明的流声机 所谓流声机呢 严格说 当时是个录音机 后来也变成了唱机啊 他这个唱盘呢 我们现在看唱盘呢 当年是滚筒型的 当然去在想啊 这种滚筒型的 为了使大家 见识见识啊 我给大家看看 这就是 一百年前的 滚筒型的 唱片 还是爱迪生 看到没有 爱迪生啊 照片 爱迪生 我手里拿的是 一百年前的 声音 打开看 打开看 打开看啊 看看啊 它这么一个桶子 一个桶子 上面呢 各种纹路 然后又这样 这么滚去 这样滚 这样滚 滚滚滚 这样子滚滚 滚滚滚 然后又震在这里 请看这么大一块啊 只能放一个歌 它的录音的效果 只有一个歌 爱迪生发明这个 流星剧以后啊 全世界都赞美它 它也很高兴 可是有一天 它同行里面 就说滚筒啊 不方便 这个东西太好了 叫黑胶唱片 黑胶 我小的时候 也用过这个唱片啊 这个针呢 在上面 听几个歌以后 就换一次针 那么太麻烦了啊 可是 还是比这个滚筒啊 还是好多 发明流星剧的 后来变成唱剧的 这个爱迪生 反对这个东西 他说这个不好 这个不好 他的这个好 市场决定谁好不好 市场决定他这个不好 这个好 可是发明家不肯 他说这个不好 滚筒的好 在爱迪生死前两年 他亲眼看到 他的事业 这个的唱片的事业 被打败 爱迪生打败了爱迪生 爱迪生的顽固守旧保守 你是发明家又怎么样 当你成长的过程里面 顽固保守守旧的时候 你被人家打败了 你亲眼看到 你被你自己打败了 所谓你自己 就是真正市场上 出现这个东西 他是真正有爱迪生的精神 我们要觉得这个好用 你不肯接受 你是老顽固 你就出去 我讲这个故事告诉大家 我看到雷震先生 出狱以后 办了十年杂志 又办了十年的 做了十年牢 出来以后 他还跟我 请我吃饭 我刚才还有来往 发现他 怎么变成这样子呢 当时 殷海光 自由中国的 真正写文章的龙头 已经死掉了 在雷震做狼的时候 殷海光写了三篇文章 我都保留了 一篇是 我看雷震和新党 殷海光写的 殷海光 第二篇文章 是法律 不会说话 因雷暗 而响起的 这个 也是 殷海光 第三篇 雷震 并没有倒 殷海光 这篇文章 是1960年 10月16号 1960 7080 90 2000 40年前了 我保留到现在 雷震并没有倒 没有被别人打倒 雷震 把被自己打倒了 向 爱迪生 大家知道我怎么样举例吗 这就是我举例的方式啊 用一个道具 给你深刻的印象 请你见识见识 100年前的东西 雷震你 搞了十年的自由民主啊 你怎么最后 连自己的国家都不要了 那个国家 不是中华民国 那个国家是中国 可是 当你要求 把 这个烂的 王国的中华民国 还改名叫中华台湾民主国的时候 改名叫中华台湾民主国的时候 即使你说你不是台独分子 我李奥也不相信了 别人也不是台独分子啊 刚才我讲过 没有台独分子这个东西啊 什么原因 因为它不可行 没有 兑现的可能 没有兑现的可能 你又不肯为他打拼 不肯为他 我讲 讲评论的 不可为他 抛头颅 撒热血 坐穿牢底 横尸法场 甚至 在公元2000年 你取得政权以后 你有八年的时间 去 成立 台湾民主国 或者中华台湾民主国 你都不去做 你是假的嘛 你是骗子嘛 你信了一个错误的念头吗 而这个念头 连我们的雷 走火入魔 忘记他办的十年的 自由中国杂志 宣传的是什么 忘了他十年的监狱 代价是什么 我们看《红楼梦》 里面的前面两句话 他说 字字看来皆是血 十年辛苦不寻常 每一个字 看起来都有血出现 十年辛苦不寻常 雷震是这样子 办自由中国杂志 字字看来皆是血 当然还有我李奥的血 我也 我李奥也写个文章 字字看来皆是血 十年辛苦不寻常 你又坐了十年牢 付代价 等于念载二十年 辛苦不寻常 最后你要付这个代价 原来是你要成立 中华台湾民主国吧 还向蒋介石提出这个主意来 你不是糊涂了吗 蒋介石死了以后 尸体停在了台北的所谓 国父集电馆 雷震排队还去看 瞻仰 蒋介石的一体 后来被那现场的那些安全人员看出来 那边有个大汉 长得高头大马 你不是雷震吗 他来了 别请他 插队好了 到前面来 优先看到蒋介石那个死鬼 雷震也去啊 你不是老糊涂了吗 蒋介石是敌人啊 你怎么好跑 还掉丧啊 在我李敖这样子恩怨情仇 这么分明的时候 我忍不住说 雷震先生自己 也犯了艾迪生 对他所发明的唱盘那种错觉 他也发生了 我真的感到很遗憾 告诉大家 这种台东的这种梦 的确做起来很有趣 从台湾人到外省人都可以做 可是我忍不住说 这个梦是不能对兑现的 尤其2000年开始的时候 证明了你们不能兑现 你们执政以后还不能兑现 证明了这是一场骗局 对不起 没有台独 没有真的台独分子 台独是一个美丽的梦 可是呢 他不能去兑现 因为兑现以后呢 就变成了一场噩梦 我一再说 我已经74岁了 今年我来台湾60年 我看到台湾的大事小事 冷静的观察 有一点点心得 所以我说 我对人的评判 应该是最好的 我并不是说 单独骂了台湾人 我也骂外省人 像我所佩服的 雷震先生 我觉得他的晚年 就会为一个抽象名词 走火入魔 那个抽象名词 就是台独 所谓中华台湾民主国 我觉得雷震先生 像艾迪生一样 自己把自己 自己变成自己的绊脚石 我不止一次的 展示了这张画面 这张画面 我不止一次的展示它 就是当年的 欧洲的一个拳击手 他的名字叫兜一尔 兜一尔 他打拳的时候 去打人 没有打到 结果把自己打出去 这是一个有趣的一个画面 人常常自己把自己毁掉 从台独 所谓台独分子 到出狱以后的 像蒋介石 上万言书的雷震先生 都发生了这个现象 我们看看 台湾文献里面 台独分子的这种话 他说 因阻挡事件而细域的雷震 出狱不久 就因台湾退出联合国 之局势 而在1972年1月提出 救亡图存 宪议 开宗明义主张 改变国号为中华台湾民主国 制定新宪法 或临时约法 看到没有 雷震不自认为是台独运动者 但其救亡图存建议 之意涵 实无异于台独 无怪乎海外台独 如虎之宝的将他当成极佳的台独宣传品 而广为散播 视作 视作台湾人和外省人一起建立国家的行动展现 看到没有 雷震晚年 出狱以后的雷震 给蒋介石写万言书的雷震 老糊涂了 我必须说他老糊涂了 我们觉得很可惜 变成一个老糊涂 我姚在批评他的时候 我绝不手软 也绝不口软 再讲一遍 我来台湾六十年 我亲眼看到这些小学生 大家看到没有 当年的小学生 请你看他们的脚 除了这个女孩子穿了个拖鞋以外 全部打赤脚 日本人统治下的台湾 哪里有鞋穿啊 通通光着脚 1949年以后 蒋介石带着他的流亡政府 到了台湾 他们对不起大陆同胞 把大陆同胞的钱 尤其是国库里面 92万两黄金都带到台湾来 可是 他们在物质上面 对得起台湾同胞 我李尔讲话很公道 我这么恨蒋介石 我还说他们这个政权 至少是台湾同胞 有着携传 大家想想看 台湾在六十年前 从那个那么穷困 战后的穷困 到今天 能够吃饱了 喝足了 能够过个小日子的时候 我们希望于他们的 就是继续 不要谈什么 抽象名词 能够过好日子 可是现在这样搞法 是愚蠢的 我认为台湾的前途 是跟北京谈判 从谈判里面 占尽共产党的便宜 这才是聪明的台湾人 笨的台湾人 是跟共产党对干 要反共 要反共抗俄 这是笨的台湾人 聪明的台湾人 是在这种对干里面 找到了我们的生机 为什么跟共产党谈判 我们会占便宜呢 因为共产党觉得 不愿意台湾 离开自己的国家 所以台湾可以拿翘 在拿翘的过程里面 可以占尽便宜 台独是一个美丽的梦 没有实行的可能 实行起来 就是一场噩梦 唯一不成立噩梦的办法 是大家真正的 面对我们的情况 坐下来 派出高手 跟北京谈判 占共产党的便宜 这才是 聪明人的台湾人 该做的事情 不看你的脸 不看你的美 不看你的眼 爱上你 忘了我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